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为什么神学很重要这个话题 我会从几个方面来简单论述一下 第一从神学的来源的角度 神学是出于圣经的 而圣经是神的话 一个人对神的态度 会反映在对圣经的态度上 而对圣经的态度 会反映在神学上 反过来呢 你对神学的态度 隐隐地反映出你对神的态度 提问他在后书三章十六节说 圣经是神所呼出的 这是圣经无误的根据所在 圣经所说的就是神说的 神为了我们能够听懂 他就用人类的语言 通过他的仆人 将他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 那么请问 神要向我们传达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难道是模糊不清的吗 难道是似是而非的吗 或者是忽左忽右的吗 当然都不是 神显明的意思呢 一定是清楚明白的 他对人的要求和命令 一定是清楚明白的 保罗说 若吹无定的好生 谁能预备打仗呢 如果神的旨意暗昧不明的话 那神就不能责备人 为何不遵行神的旨意了 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二节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很显然 神当然不喜欢人 使他的旨意暗昧不明 尤其是本来讲的很清楚的旨意 给搅混水的搅混了 这个是神所证悟的 这是假教师的罪 所以如果我们都同意 圣经不是什么都没说的话 那么圣经一定是清楚的 说了一些东西的 我们把这一整套全备的教导 记录下来 这个就是神学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七节说 因为神的旨意 我们并没有一样 必会不传给你们的 我们将这个整套全备的教导 称为The Whole Council of God 一般翻译为 上帝全备的旨意 这个The Whole Council of God 它可以按照不同的排列方法来排列 如果是一本书一本书的排列 那就是圣经神学 如果是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排列 那就是系统神学 所以神学 它是从圣经中提炼出来的 当一个基督徒认为神学不重要的时候 他没有再多想一步 他自己说这个话的前台值是什么 他是想要说神说了一些东西 但是不重要 还是他想要说神压根什么都没说呢 显然这恶者都是不对的 基督徒对神学的态度 应该是带着一种尊从神 寻求神的旨意的态度 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求 就是从圣经中去寻求 第二个 从敬拜的角度 神学家阿西斯普 说 The deeper theology leads to deeper worship 更深的神学 影向更深的敬拜 主耶稣说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里的诚实原文是真理 也就是说真正的敬拜 他离不开对神的正确认知 而对神的正确认知 他不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 他是可以理性化的 是可以写下来的神学知识 当然 人如果只拥有书面的知识 却缺乏信心和爱神的心的话 还是谈不上真正的知识的 换句话说 你的神学学习 如果不能深发 仁爱之心的话 那也是有问题的 肤浅的对神的认知 不可能会带来深入的敬拜 很多现代的流行圣诗 是非常肤浅的口水歌 他只有感情的宣泄 没有多少加深人对神认知的作用 而且还常常有误导性 带给人对神的错误认知 这些口水歌的歌唱 会使教会对神的认知 停留在一个很肤浅 甚至错误的层面 就像不吃主食 只吃零食的小朋友一样 没法得到身体成长 所需要的营养 因此解决的方案就是 教会的讲台 要能够喂养充足 而且正确的神学知识 当教会喂养得当 营养充足的时候 他有一个标记 就是会丢弃掉那些流行的 肤浅的诗歌 而转向有丰富神学内涵的圣诗 严重一点说 对神的错误的认知 甚至将引向偶像敬拜 保罗华许牧师说 星期天是最多人敬拜偶像的一天 因为有很多人 顶着敬拜耶稣的名义 其实是在敬拜他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偶像 因为他们有错误的神学 所以你说合乎圣经的神学 它重要不重要 第三我们从人的本性的角度 基督徒的生命成熟的过程 也伴随着对罪论的认知的长进 信主后我们的地位上是圣徒 但同时别忘了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活在肉身中 罪的影响仍然还在 而且罪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 不只是我们会跌倒会犯罪而已 还包含着我们根深蒂物的一些观念 还是与神为敌的 甚至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比如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后现代主义的观念 因为那些观念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习以为常的 很多人信主后 他仍然带到新生活当中来 因为他并没有进行过辨习 那么人要靠什么去辨习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呢 当然是靠神学 我们需要知道一点 没有人是没有神学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神学 就是合乎圣经 还是不合乎圣经的区别 神学界有一句戏言叫 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 就是好神学家 还是坏神学家的区别 一个无神论者 你问他神是什么 人是什么 人死了要去哪里 他不会说我不知道 请你告诉我 不会的 他会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 这个就是他的神学 他自创的神论 人论 救恩论 甚至是他认为神学不重要 这句话也是他的神学 所以一个人的神学 就是他的观念的底层逻辑 而这个将决定他的价值观 进而决定他的人生观 决定他的行为 而教育就是改变底层逻辑 改变观念和思维方式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改变一个人的神学的 请问如果你没有在学习神学的话 你有没有因此而没有受过教育呢 没有吧 你还是受教育对不对 那你受的教育 他有没有改变你的底层逻辑呢 肯定是有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作为基督徒 你会不会把你的孩子 交给一个和尚来教导 应该是不会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多数基督徒的孩子 是送到公立学校去的 你其实是把你的孩子 送到无神论的祭司手上 一周五天 一天八个小时的 接受无神论的训练 接受全套无神论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 所以有一天 他说我不信基督的时候 你不用太惊讶 你应该早就预料到这个结局 这个关键在于 人没有看清 教育是宗教性的 教育是影响底层逻辑的 因此你觉得 谁才是真正有资格 改变你的底层逻辑的呢 当然是神嘛 另外底层逻辑 是决定外在行为的 我们成为基督徒后 我们都愿意服侍主 为主做事 但是神最看重的 还不是你的事工 神看重的是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是神的作品 你这个人有没有被神管掉过 修理过 洁净过 这个是必须的 就像你拿杯子喝水以前 你要先洗杯子 一样的道理 如果外在行为 服侍神 而底层逻辑 是反胖神的话 那就跟法利塞人一样 外表是敬虔的 里面是悖逆的 那个是神所证悟的 因此呢 在服侍神以前 我们的底层逻辑 需要被神纠正 那就是用正统的神学 来纠正我们以前的观念 我们对各种事物的观念 所以如果基督徒说 神学不重要的时候 他其实是拒绝 合乎圣经的神学 来改变他的底层逻辑 而与此同时 他其实是更倾向于 另外一套 他原有的 不合乎圣经的底层逻辑 换句话说 他在坚持一个 抵挡神的立场 不愿意放弃 许多轻看神学的人 是没有想到 这个性质是有这么严重的 第四点 从同工的角度 神拣选我们基督徒的时候 他不是拣选你一个人 让你成为一个独行侠 不是的 他是将我们放在教会里面 与众圣徒同习 俗话说呢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才走得远 那么这一群人走得远 可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经上说呢 恶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 那么像一些跨中派的机构 他要同心呢 他就比地方教会难多了 因为大家是跨中派的 需要彼此尊重的前提下 在彼此合作 因此靠什么合一呢 就得要在真理里合一 在信仰上 教义上的合一 是合一的根基 具体做事的方法呢 是可以商量的 但是呢 底层逻辑上 要尽量的合一 否则的话呢 一群同工 如果走到一个互相不能忍耐的地步的话 是不太荣耀主的 但是呢 如果妥协真理 勉强捏在一起呢 那更不荣耀主 所以最好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起同工的基督徒 大家在真理上 有共同的立场 这个呢 不是自然而然获得的 这个是通过对 正统神学的学习而达成的 以福所书第四章四三节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掌成的声量 因此神学根基很深的教会 每个基督徒都得到很好的训练 大家很自然就有同一的看见 相反 神学很肤浅的教会 就会有很多人的意识 很多七嘴八舌的争吵 这个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神的声音很小的地方 人的声音就很大 第五点 从事工的角度 有些教会也会在比较low的层面上合一 他们可能会在不合乎圣经的事情上面 同心合一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那么有的人就会说 那这就得了吗 已经很合一了 加引号已经很合一了 还提神学干嘛 那么我请问 你侍奉是为了什么 你是为了荣耀神 讨神的喜悦对吗 那请问你如果做神所厌恶的事情 能够荣耀神 能够讨神的喜悦吗 当然是不能的 所以如果基督徒对神学无知 光念未受归正的话 他就会把神所证悟的事情 当做是服事神 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节 保罗说 若有人用金银宝石 草木和结 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 个人的工程怎样 那么那些用草木和结建造的人 他们最终就自己 光光得救而已 所做的一切都不蒙神纪念 也就是说你白忙活了半天 你在神的眼中 你干的都是坏的事 你干的都是不算的 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 不是按照神的原则 做的事工都是违章建筑 那么请大家想想看 加心比心 如果你自以为你很努力的服事神 但是你一生的努力 最后在神看来都是白费的 都是做的坏事 你愿意做这样的人吗 肯定不愿意 对不对 那么怎样能够使我们避开那些坑呢 就是靠懂合乎圣经的神学 真言十九章第二节说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上 这个英文版的意思呢 更加清晰 desire without knowledge is not good 也就是说没有真知识的狂热 它其实是属血系的 是不好的 我不是说刚信主的基督徒就不能参与服事 而是说你如果真有服事主的心智的话 你就更应该要追求认识他 更应该追求照神的心意和原则来服事他 因此呢 我们对神的认知越深刻 我们就越能够提前看见 很多属灵的事情的结果 也就是说神学的真知识 他有点像属灵的望远镜 能帮助我们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相对而言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的损失 词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这话是不白说的 所以盼望大家都能深深的看见 认识神明白他的旨意的价值 是无与伦比的 不要再轻蔑的把神学 当做一些无用的死的知识 合乎圣经的神学 是我们行走天路的地图 生命的指南 他帮助我们 稳行在神的执意中 使我们的一生 不至于突然奔跑 愿神祝福大家